我當年事實上是常常在開那種很複雜的道 一個病人就是有三四種病要開 基本上我就是專門在做這個的那個人 我手要一方面要壓起來然後縫 縫在我的手的那個旁邊縫 因為通常這種破就是車禍當場就死掉了 他第一個就是他的專業真的很厲害 對那再來就是說他也蠻有耐心跟愛心在鼓勵 他跟我講的話就說你要好好活著 小樹苗要慢慢的活起來那他就給他很多的灌溉啊 開完到我們的心臟剛切開嘛切開再縫起來 那心臟會處於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幾乎把所有心力用來照顧病患 他自己的家庭時間少之又少 心臟外科的意思這個家庭說老實話 這個老婆你辛苦啊 這個科沒有辦法出來外面開業可以賺大錢 不可能的他只能待在大醫院大醫院的待遇的話 不會像外面自己開業這麼好 會選這個科系的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啦 做人比較好 他才沒辦法 嫁人好了 太醫生嫁人了 行醫三十多年在無數患者心中 是眾人仰望的救命醫師 但他可不是從小就品學兼優 成長轉變 顛覆刻板印象 我小一年級老師來往叫說 這個小孩都跟不上 是不是小一給他多年一年 人家問他事情 他就頭歪一邊這樣看 很呆忙這樣 家族都叫他廣言 小學成績兩科湊不到一百分 後來卻能考上第一志願建州 以及陽明醫學系 那小五可能是四年級 我爸帶他送他去寫書法 寫書法是讓我 就是說第一個慢慢有耐心 這一方面會啟發我們 比較對於美的追求 突然間記憶力變得很好 老師在上面講課文 講一遍以後 我在下面看了一遍以後 我就可以背下來了 對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手術台上縫合縫成一門藝術 定地表上畫示意圖 畫成了精美的外科圖譜 所以最好是立刻趕快記憶 不要不用 我要出院前的一天 他說跟你講 這個就是你今天的結業證書 畢業證書 好感動 好感動 我相信大部分的病人 填同一書都沒有在看內容 聽醫師講一講就好了就開了 他簽了什麼約 他自己都沒在注意 但是我覺得我這樣子用手寫 他們應該會看一看 很多都是比較知識化的印出來 他寫出來的時候 那一大串 其實我心裡知道說 這個就是非常專業專業 而且是非常有心的一個醫師 因為我們很多治療的病人 如果你不治他很快就死亡了 他那個人就是 有時候常常有那一種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那一種情懷 他這個人就這樣 沒有獨門心法 他只是專注做好每一步 小時呆萌的憨容 成為外科醫界人中之龍 為開心的患者 開啟重生的機會